今天爆發嚴重的SARS疫情 讓和平醫院緊急隔離封閉 如今面對武漢肺炎 北市聯誼的五大院區 也早就進行了高達30多次的防疫演練 從防護衣帽到口罩面罩 第一線醫護人員每細節不能放過 有過去SARS經驗 這些演練必須一次比一次熟練 無論醫護人員自我防護 隔離病房調度到警覺度都得做到最好 尤其是作為傳染病指定應變醫院的和平院區 已經開過N次會議了 那聯合醫院當然也不例外 所有的過去的一些防疫的措施 重新拿出來演練 覺得已經不止30幾次 那麼就是每一個院區都很認真的 在反覆的演練 時間拉回2003年SARS爆發 全台346病例造成73人死亡 當時和平醫院更是整個封院 150人感染35人死亡 眼看情況失控 一封來自和平醫院的求救信 讓當時已卸下北市衛生局長的葉金川 逢院第四天全副武裝挺進和平醫院 我會跟著所有員工 跟他們一起出來 我們的醫療體系是進步的 跟當時是不能比的 所以醫護人員其實應該也是有信心 要怎麼樣就是說足夠的防備 因為器材 檢驗那些都比當初要好 我先生說為什麼要隔離 他沒有接到通知 他在急救 他在急救 我是他太太 突然間的回不了家 讓整個和平院區宛如壓力鍋 4月24號封院第一天 也是許多人生命中最長的一天 當時每人都想逃出來 只有仁愛醫院副院長徐大成 二話不說 自願挺進第一線 甚至還發燒病倒了 想當年我從仁愛 提著一口小皮箱就進和平 全醫院搜出來 這麼一小箱的口罩 帶去我不好意思拿出來帶 因為和平的同仁 他們也沒有口罩 我是講我離開前 還不知道那麼可怕 進去了才知道還真是可怕 能不能離開和平 真的是每一秒都不知道 當時印象畫面粒粒在目 如今面臨武漢肺炎威脅 許大成依舊坐鎮和平醫院 用經驗堅守崗位 正在防疫第一線 記者陳奕萱 李奕萱 台北報導